哈薩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在21日連任總統 就職典禮上托卡耶夫明確表示未來將會優先關注與中俄等國的關係 他上任後選擇俄羅斯作為他首出國訪問的國家 11月28日托卡耶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舉日會談 普京就說由於國際貿易目前正處危機之中 即是暗指美國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正將進出口轉移到新市場 俄羅斯仍然是哈薩斯坦最大的投資者之一 總額接近170億美元 並且在關鍵經濟領域聯合實施 三十多個大型投資項目 俄羅斯的89個地區中有76個 與哈薩斯坦建立了經貿合作 並且著一步深化 哈薩克國際通訊社的報道說到 託卡耶夫透露去年俄哈兩國之間的貿易額 創下了近245億美元的新紀錄 過去的9個月來貿易額增長了大約5% 他還表示哈方保證將會盡一切努力去確保俄羅斯投資的安全 兩國應該加快物流鏈的現代化建設 以及減少阻礙性的限制 會後俄哈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俄羅斯聯邦和哈薩斯坦建交30周年的聯合聲明 雖然說到俄羅斯和哈薩斯坦作為平等的主權國家 將在相互的信任基礎上發展同盟關係和一體化 俄羅斯的《觀點報》28日報道 托卡耶夫在與普京的會談時表示 他將會連任後的出訪首站 選擇在俄羅斯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和象徵意義 他這番言論被其他人解讀成為俄哈關係 原則上不會有什麼重大改變 在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背景下 獨聯體的夥伴國正尋求機會 避免受到西方二次制裁的同時 與俄羅斯建立合作的關係 托卡耶夫首站選擇俄羅斯 引來各界關注美國被人吃檸檬 外媒說到近年來美國為了拉攏俄羅斯的盟友 不斷在中亞投資各種項目 美國在哈薩斯坦直接投資的總額高達488億美元 成為了當地經濟前三的投資國家之一 最高的是俄羅斯,他前三 截至今年的一月在哈薩斯坦國內註冊的美資企業 總數達到695間 其中大型企業有22間 中型企業有15間 其他都是小型企業 俄羅斯戰爭爆發後,哈薩斯坦直接批評俄方的相關政策 美國就很開心 既然看到俄羅斯和他的盟友好像談不通分裂了 不斷加大對哈薩斯坦的投資 還派遣代表團訪問哈薩斯坦 和哈薩斯坦簽署了經濟合作協議 協助了2500萬美元 外媒就說 美國本以為能夠拉攏克薩斯坦 繼而在中亞站穩站著跟腳 但是托卡耶夫前腳收了錢 後腳對中俄表態優先和中俄搞好關係 又首訪俄羅斯等同向美國潑了一盆冷水 布迪也說到 雖然哈薩斯坦等中亞國家一直都希望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但是他們都很清楚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有地緣政治屬性的加成 西方很難將俄羅斯趕出中亞 哈薩斯坦等國家都知道自己是離不開俄羅斯的 今年年初因為LNG的價格上漲 哈薩斯坦爆發了全國的抗議 最後在俄羅斯為首的習安組織部隊的幫助下平息暴亂 但是國家的局勢依然動盪 國民的負債率和通脹水平不斷增加 哈薩斯坦不太可能是單靠自己度過這場危機 我經常都經常看過新聞說 俄羅斯中亞的盟友 譬如托卡耶夫 亞美麗好像反面對普京不適合 大家有沒有想過在國際的舞台上 他們其實有機會都是要做表演的 你覺得托卡耶夫沒有壓力嗎 托卡耶夫肯定在自己國內也有一些是反俄派的 加上俄羅斯和烏克蘭有戰爭 他要釋放這方面的壓力 他自然就要表達一些立場 他也有說過 他說哈薩斯坦採取的外交策略就是以平衡的外交 在本國的利益作為大前提 就是說他既要深化和俄羅斯的關係 又要和美國交往關係兩邊吃 其實小國一向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說哈薩斯坦倒戈了 然後普京很不行 其實大家都是做事 你想想一個國家 剛剛年初才靠了普京 去幫他維穩 政權還不穩的情況下 他怎麼會爭刀爭槍 和普京去造反呢 大家都是在國際舞台上演唱戲而已 正如亞美尼亞 他自己因為阿塞派僵在搞他 他也要演戲 給國民看 我已經罵完了普京 大家有交代 大家不要再在國內逼我 我覺得有些人不需要說到 普京的國際影響力確實是有趙降 但是不至於 不至於就是他對這些中亞國家的控制 已經跌到一個谷底 我覺得不是的 然後說第二個話題就說 美國的 有一個軍官捲入了一宗案件 令人大開眼睛 我之前也有說過 但是近來有些新的資訊 美國的軍事媒體 在29日報道說 有一名在10月中被澳洲政府 激壓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員 正在等待 以未公開的罪名引渡去美國受審 達根的律師 就是這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員 就說 即他律師就說 達根就在未有跟原警發生過衝突的情況下 澳洲政府就把他的當事人 當成一個極度高危的分子 監獄是拒絕提供醫療 是醫療用品 以及好像原子不等的文具用品 都不給他 是對澳洲公民 當然他曾經是美國人 現在澳洲公民採取前所未有最嚴格的囚犯限制 類似的限制是給了一些已經被判以恐怖主義罪行 以及多宗的兇殺案的人 報道說到達根曾經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13年 擔任過AV-8B獵鷹儀式攻擊機的飛行員和教官 他就被人指控說他是幫助解放軍訓練一些軍事的飛行員 翻查報道說到達根在2002年由美國海軍陸戰隊退伍離開 2005年到2014年期間居住澳洲 他都負責經營一間叫Top Gun Tasmania的公司 主要業務就是幫遊客乘坐戰機升空 2015年他就移居中國擔任航空顧問 根據調查達根就在北京的通訊地址 跟一名蘇式的中國商人相同 蘇式在2016年因為幫助中國的黑客 竊取和航空技術相關的美國軍事機密訊息 而被判入獄 報道說到律師要求澳洲檢察總長釋放已經放棄了美國公民身份的澳洲人達根 但澳洲政府官員就表示 目前正在等待一個普通正常程序的引渡要求 根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政府最遲必須在12月20日之前提出引渡請求 我要重新很多人說到國安法就是洪水萬獸 宇宙級的法律 但美國自己也在隔空捉緊 現在連罪名都沒有說到究竟是什麼罪名 我先扣留你 讓你不要在外面攪拌 罪名都沒有給你 然後大家等 等到12月20日 等了兩個月才有罪名 也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罪名 也是一個問號 也就是 想想想美國可以這樣要求其他司法管轄區去扣留人 沒有罪名 這些是不是西方的法律制度 很多人說 限制黎智英等疑犯的自由 是不道德的 是不文明的 你看看別人 連醫療用品 連一支原子筆都不讓別人用 你說我們香港算不算開放 我們已經算是比較開放溫和 香港的國安法 都是向你西方學習的 為什麼你美國可以這樣做 香港就不能夠保障自己 這些擺明是雙重標準 所以這宗案件 將會越演越烈 我們相信很快會大開眼界看到美式的國安法 如何去對付一些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犯人 這就是我今天的下半段分享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